看看新闻网 对的都比一家人 对不过就现场的情况来看 姐妹团的整股能力 好像比兄弟团要略胜一筹呢 肯定的 别看以这两个小妮子为首的姐妹团 柔柔柔弱的 玩起兄弟团来一点都不手软 第一关换装秀 除了要贴假睫毛 这般五大三粗的兄弟团 成员们还得穿上短裙半女人 边唱边跳整西衣的歌曲 阿拉伯市场 本以为是考验 不料兄弟团成员 各个跳的奔放殆尽 那就来个重口味的吧 第二关生吞巧克力便便 这画面实在美得不敢看呢 光看李灿森的表情 你就知道完成这关有多痛苦了 是有没有所谓的 连过两关后 兄弟团们迎来了最美节操的第三关 丝袜大挑战 一般型男一个个头套丝袜 造型全无 看着姐妹团们花枝乱颤 兄弟团们勇闯三关后 新郎梁雪楚终于接到了自己的新娘整西衣 向长辈们敬完茶后 大队人马转站酒店 为婚宴做准备 回夜现场的宾客阵容可真是亮瞎眼咯 谢定峰 谢贤 钱珈乐 唐盈盈 刘新忧 苏永康 张达明 黄家强 唐梦乐队 一般亲友入席之后 正希一再次换装现身 不过新娘子似乎还在对造商的 姐新娘环节念念不忘 每一个过程我都在享受当中 我听到下面很吵很吵的声音 我非常好奇 一直都很想走下去看 如今33岁的正希一已经家座人妇 宝贝计划却似乎还未列上她的行程表 这个没有在我计划当中 其实我觉得随人吧 刘新丽 祝正希一 梁雪楚百年好合 香港采访的到 这是我看过的拍的最美的街新娘的画面 对 那个光都打得好讲究 专业 也可能是因为那些姐妹团本身个个也都抵制 对 而且也要求拍的美 对